Zither Harp 把爱的种子放心里边 踏着云端雨与你相连 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 开心与大家见面 春天的细雨轻轻飘落 滴滴答答波动新鲜 听着一首首春天的歌 心里相连深从前 相遇是愿 重逢是愿 思念化作养分 面对考验 相遇是愿 重逢是愿 原来你住在 我心里面 我心里面对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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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团队 这种感觉从一开学以来就有了 就能感觉到大家彼此都坦诚相待 有爱护住 虽然偶尔是有一些小摩擦 但是大家都不会去计较 而且能宽容待人 所以我相信 彼此有再多的摩擦 变冷 都会很快修复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里很像一个小家庭一样 因为在里面的感觉就不会陌生了 大家彼此都很热情大方 而特别是能看到大家一点一点的去改变成长 这种感觉很感动 我也非常珍惜这里的生活 最后我想说 我们俱是一团火 上是满天星 加油 Fighting 众中有我 我在众中 从云端到尸体 从在家独自一个人面对镜头上课 到来到这里 与同学们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 感受到同体共生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过着规律的生活 自力的学习与作物 并学习自心一处的投入以及穿注 我想 在这里我发现 原来生命可以过得如此的有意义 生活可以过得如此的充实 让我重新发现自己 找到前方的路 阿弥陀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志远 来读佛学院 是为了在生活中寻找佛法 其实我花了两年时间 挣扎 犹豫才持续工作 放下手机 放下网络 放下生活中种种的便利 我原以为生活会变得非常不方便 可是我还是过得很好 每天都觉得很充实 时间都变多了 这是一种回归生活的感觉 内心越来越平静 感觉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叫谢景林 在佛学院的这段日子里 我学会了如何勇敢的尝试 在还没来之前呢 我都不敢在众人面前呈现自己的报告 但来了之后 却有很多机会让我在众人面前 学习与尝试 所以在这段过程里 让我提升了自己的信心与胆量 谢谢大家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 我们一生人的成就 在于不断的开发自己的潜能 但是呢 在这九个月佛法的训练下 我觉得最值得的事情是 看见自己不完美的一面 也最重要的是有勇气去面对它 接受它 就如大师所说的 努力好的一半 坏的一半 自愿减少 接受美好的一半 包容残缺的一半 才能拥有全面的人生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佛学院跟我一起找到真实的自己 拥有全面的瑞生 谢谢 还没有来到佛学院之前 我是一个不爱笑 很少与人沟通的人 来到佛学院学习之后 我看到法师们的笑容 以及待人处事的用心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也给了我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 让我圆满地完成很多事情 以及有信心面对未来 感谢大家陪伴我成长 阿弥陀佛 大家吉祥 我叫雪玲 佛学院对我来说是人生的突破口 在这里 我克服了音感不佳的问题 从而可以去司法器 拿起麦克风唱炉香讚 这里的生活教育 让我省下了很多的时间 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更让我看见原来人生 拥有很多的可能性 走出文学 我看见了佛法的浩瀚与有趣 是如何深刻融入于 行 住 坐 卧当中 接受 改变 去开拓自己更多的潜能 就如平路一样 平心 静气一定会越平越好 我们一起加油 在来到同学院之前 本以为自己会很不习惯 或者格格不入 但没想到在大家包容之下 我顺利完成了在这边的学习 我在这边学会了很多 尤其是心态和观念上的一些改变 我学会了放下和转念 除此之外 我在这边的生活中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和同学们 出播的时光 在这些时候 我深刻的了解到了 同体共生和极其装作的力量 谢谢大家 在还没来佛学院之前 我是一个比较懒惰 和不是很会做事的人 但在来了佛学院之后 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就比如是法会上的共修 出播与课程 让我更能够向光明的方向向前迈进 就比如是有一次 慧清法师跟我们接心的时候 他说过了一句话 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要争气 不要放弃 不要生气 这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更有力量的向前迈进 感谢佛学院进入了我的生活 让我能够学习到佛法 和知道了佛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谢谢 谢谢 你觉得放这一碗 好 这样办 永不最飘逸 却有心得到心 耶 大吉祥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在佛学院学习的心得 以前很时常看到大师的一句法语 能大能小 我都很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以前在活动都是帮忙行政组 来到了佛学院 老师让我有机会在不同的组别学习 我也发现到每个组别对于一个活动来说 都是缺一不可的 也见证了自己能大能小 第二点就是身边很多的义工朋友都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 可能被人指导了几回 就不想要再回到场了 我也想试试看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来到了佛学院 我发现其实被人指导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这让我成长得更快 承担力也变得更强 感谢大家 欢迎各位青年朋友来挑战自己 大家吉祥 我是石敏 很高兴能够从线上佛学院来到实体课程 在这里除了学习课本上的佛法理论以外 让我有更多的收获 便是人生的第一次体验 以前我眼里只有工作 完全护灭了身边的事物 而大家现在看到的便是冬场 亲近农场的一角 而这一片小天地 则是院长带领同学们开发的一个小天地 我们从翻土、播种、浇水、施肥 以及拔草的过程中 就好像我们耕耘自己的新田一样 需要佛法的加持、三宝的培育和常驻的护持 我们才能茁壮成长 在冬禅佛教学院里 能为自己种下了一颗新的固体肿经 重新调整生活的步伐 让心找到回家的路 谢谢 给你 明镜非常ое stress 我经常送 dermat,看 olha 那我们疗masj 要注写肥的壶 市中间向 axe cover Premier 我们下期 原来你主持 神秘学生 致诚恳谢 感谢师父上人 院长 老师们 以及功德主们 谢谢大家 我心里面 感谢观看